女士们先生们 让我们欢迎国家办法院员张明清先生 大家好 我是张明清 首先发布一则祖国内地相当重大的 关于旅游景点方面的消息 在湖南有一家餐厅叫做功夫风过庄 从服务员造型到每一道菜肴 全跟金庸的小说武功密集有关 服务员的造型是店小二的造型 男的顾客他们就称他为杨过 女的就称为小龙女 每一道菜都是武功秘诀 一品猪手称为七伤犬 喝的茶叫功夫茶 手工肉丸子叫做大力丸 白米饭是销魂饭 这些花样可以多到顾客是惊喜连连 这是祖国改革开放之后 结合了武术与餐饮 做出了重大贡献 我们给这家餐饮业者掌声鼓励 非常好 媒体自由提问 忠实 关于台湾部门赵建敏可能被释放 您的看法 非常好 这个在台湾已经被羁押的 所谓第一家庭的赵驸马 传出了可能被交保的消息 祖国表示乐观其成 因为台湾目前已经是民怨四起 如果所谓的第一驸马 在罪证确凿的情形上 还能够被放出来交保的话 相信更可以提升台湾地区的民怨 更可以有助于打击陈水扁的台独势力 赵建民最好马上就放出来 明白吗 非常好 下一位 中天 关于雪山隧道举办路跑 您的看法是 非常好 台湾地区日前在还没有验收通车的 这个雪山隧道 举办了这个路跑活动 根据传回的勤资显示 来自全台各地5000多位民众 进入了亚洲第一城的 北宜高速道路的雪山隧道里头 但是隧道里面的空气非常差 数十人身体不适 晕血 其中四人还因此送医急救 甚至有人被送到加护病房来观察 这样的活动是有助于加强台湾地区人民的 体力耐力与胆势的 这样的训练也值得祖国内地来学习参考 因为祖国目前也拥有全世界最多未完成的重大工程 未来我们不排除学习台湾 在这些大型工程还未完工之前 来举办各式各样的这个类似的活动 比方可以在十副列车的这车道上来奔跑 或者是在世界最高海拔的青藏铁路上都举行马拉松 很遗憾 这个三峡大坝今天已经完成了 否则的话 我们也可以举办万人跳水的这个活动 这样呢 也可以训练出这个很坚强的人民 肯定可以达成这个超英赶美的目标 好 我来呼口号 达到美国帝国主义 达到美国帝国主义 非常好 下一位 联合 各位台大基础师您的看法是 不可思议 Incredible OK 在台湾的台大医院 位在台北市的这个中山南路 它的医疗水平可以说在台湾都是数一数二的 那么但是除了一般性的医疗作业之外呢 也负责协助民众逃避媒体的追逐 这点祖国的这个医疗院所呢 可以说是望尘莫及 因为台湾所谓第一家庭的成员 这个 简水棉女士 因为 闭案被这个媒体追逐 正当无处可逃的时候呢 便逃往了台大医院的急诊室 到现在已经连续两次成功的 这个 达成了这个逃离的目标 那么祖国未来也将计划派遣人员到台大医院考察 实地了解急诊室与脱桃数之前的重大的观点 未来也在脱桃方面我们要学习一下 好 那么今天到这儿 谢谢各位 来 翻译 翻译 诶 小姐我想请问一下 你会脱桃数吗 那我现在教你 你把衣服现在脱掉 然后站在那边桃就成了 乌齐 下了 日本人家庭医 小姐如果你不会脱桃数 我偷桃也OK的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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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